手游酷玩 由于跑完车已经经历很长时间了 这个也是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我资深的看法 我现在玩 由于我的车不是很好 我这个车新手卡定车 所以说可能在速度上跟别人没办法相比啊 然后本身的技术呢可能也不太好 所以说我玩这种道具赛呢是以落后为主 然后主要是不让对面 不让对面去干扰我家 就是我跑到最后然后道具都往前面冷 然后就是去判断一下对面的位置 这位置直接一个 牵引牵引到之后呢其实完了 哎这位置好像是卡巴克了我这怎么 斜着跑是啥意思 我这位置 愣出一个水蚊子水蚊子攻击撑口然后这位置有一个清晰加速直接选择清晰啊直接加速 这位置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对面的位置啊然后发现好像对面 跑的比较快啊这地方直接开始一个雷云雷云全部打了之后防止我的对手被打这地方直接开启一个保护罩 因为保护罩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啊如果说你不开黑的话可能开这保护罩会比较费劲 保护罩有这么几个时间是我自个人认为就是比较 就怎么说呢就是应该开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家全剪完道具之后 因为全剪完道具之后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剪完之后对面也肯定是剪完道具了 然后剪完剪完道具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啊对面的道具如果你使用天使啊对面道具自用 无效之后呢其实你的对手就可以比较稳定的这个往前跑了 但是抽到天使得不好的地方就 哎这什么情况啊 我还在等他落下来吗我的天哪 有点啃啊 那这位置呢我这个火箭应该是没有打到这没有关系然后这边再吃一个水蚊子 呃这个水蚊子个人觉得应该是有点说法啊然后 嗯找一找对面第一名第一名在哪啊我也没有找到啊这地方攻击再次的失败了 这边有人敲我扔技能啊我直接开启一个这个保护盾然后这位置直接斜着就冲上来了 啊主要是我找不到对面的位置 哎这个其实这个游戏里有几个道具确实是比较啃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火箭 火箭在你看不着对面的时候呢其实瞄准起来非常的难啊基本上除非一下错开就是错了一个插道你可能能 苗他以外啊别的情况下都非常的艰难 那这位置呢也是攻击成功然后弄完这个之后再次给上一个泪云给完之后这次一个漂移 然后再选一下他的位置然后发现这个人啊跑没影了啊这个有点难受 嗯 完了这位置他们可能是第一了这个确实是很难受的 然后这地方也是完成不了的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今天大家带游戏的依然是跑换的水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收看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让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